近日有媒体对中国乒乓球女队的比赛进行了关注 在最近的比赛中 可以看到中国女厅已经呈现了三足鼎立的姿态 陈梦、孙颖莎和王曼玉三位选手 在最近的几场大赛中都获得了冠军 他们的实力非常强悍 不过在人气方面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孙颖莎实力不如陈梦 可是在人气方面却要远胜于她 孙颖莎这位年轻选手目前只有21岁 可是她却在赛场上展现出了成熟的姿态 令大家眼前一亮 孙颖莎这位球员是非常优秀的存在 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但是论硬实力来说 她不如陈梦和王曼玉 在决赛的最终阶段 陈梦和王曼玉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 而孙颖莎则是要稍微差一些 在之前的奥运会 全运会和市拼赛的决赛中都有所体现 虽然这次孙颖莎在世界杯的比赛中获得了冠军 但未尝没有运气的因素 因此不少粉丝都认为 孙颖莎这位球员只能排在目前国平女队的第三位 不过她的球迷却对此排名感到不满 认为孙颖莎人气更高 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选手 那么为什么孙颖莎实力不足 但是人气却要更加出色呢 其实是因为这位选手的个人魅力 孙颖莎对待每一位对手都非常的尊重 尤其是在面对伊藤美城时 她总是不吝啬对对方的夸奖 看起来非常的谦逊和低调 让大家印象深刻 而陈梦则是显得有些高傲 在当时奥运会女单决赛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伊藤美城称自己将要进入决赛对抗陈梦 而记者问陈梦对此有什么看法的时候 陈梦表示等到她打到决赛再说吧 从当时的采访环境来看 陈梦对于伊藤美城这位选手是不太尊重的 再加上陈梦在夺冠之后所说的我的时代 终于到来了这句话 因此不少国内球迷要更加喜欢孙颖莎一些 认为这位选手在性格方面要更加谦逊 不过陈梦在经历了几场比赛失利之后 整个人也低调了下来 如今也是很多球迷都非常喜欢的选手 总之希望在之后的比赛里 可以看到国平球员们不断成长 期待他们继续前进